Zither Harp 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 平静的时刻 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 自在的原地 在当下 在这里 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 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 我是安安老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收听安心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 又到了每个周末夜晚 和各位听众朋友 在空中相会的时间了 这样的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安安老师要先跟 各位听众朋友说 如果有任何的私信 想要写给安安老师的 或者是想看看安安老师 每天的分享 都欢迎你们加入 安安老师的微博 安安老师的心灵私塾 我在上面等你哦 好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是什么呢 我想就从我这两天 发生的一个事件讲起好了 前两天呢 我在睡觉的时候 晚上已经很晚了 大概一两点 晚上一两点钟左右 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那么这个电话呢 是一位朋友的母亲 她打来的 她开头呢 就说 安安真不好意思 这么晚了 还来打扰你 但是我真的很担心 也很紧张 就是我的女儿 她今天我跟她 晚上的时候吵了一架 然后呢 她一气之下 她就出门了 我怎么打电话给她 她都不接 我真的很怕她 去做一些傻事 因为我的这个朋友呢 她就是情绪 非常激动的一个人 很容易常常 因为情绪激动 去做出一些 比较疯狂的事情 她说 她真的很担心她的女儿 所以想要请我帮个忙 因为我是心理学家 她希望我可以打一个电话 给她的女儿 那她的女儿 既然不接她的电话 看到我的电话 应该会接的 所以她说就拜托你了 因为她 这个晚上她在家里 一直等 也等不到女儿的电话 非常的担心 女儿也没有回家来 那么我就跟她说 阿姨你放心 我会跟她联络的 那么我就马上 打了一个电话 给我的这位朋友 那她果不其然 她接了我的电话 那么我就问她说 你跟妈妈吵架啦 跑出去 那她说是啊 我说吵什么呢 她说其实 没有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她说 就是她的妈妈 在帮她打扫家里 跟煮晚餐 给她吃的时候 然后就跟她说 妈妈今天好辛苦 就是把你全家打扫干净 你看你都不会照顾自己 把自己家里 弄得那么乱 然后也没有好好吃饭 所以在家里煮了一顿 很丰盛的餐 妈妈这么辛苦 汗流浃背 都是为了你 然后听起来 应该是很温暖的一段话 但是呢 我的这个朋友 听到以后就 开始火冒三丈 她就心中愤恨不平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朋友 她的原生家庭 其实她小的时候呢 父母就离异了 那么离异的原因 是因为父亲有了第三者 那么根据我这个朋友的说法 她说那时候 父亲有第三者了以后呢 那时候她还很小 那妈妈把很多的这种怨气 跟愤怒 找不到地方发现 因为爸爸不在家 所以就发泄在她的身上 而且会责怪她 就是说 如果没有她的话 那妈妈现在离了婚 就可以很自由地 再去找新的对象 但是因为有了她 所以就必须要照顾她 那后来呢 这个夫妻也离婚了 那妈妈就带着她 然后赚钱养她 所以她说 小时候妈妈就常常跟她说 我做这一切 我的牺牲 我的青春 都是为了你 都是因为你 我有这样子的 sacrifice 我这样做是因为爱你 但同时你也带给我 很多的困扰 那个小小的心灵 一直受到这样子的讯息 那么后来呢 等我的这个朋友长大以后呢 妈妈才去交往 新的对象 然后跟新的对象结婚 那结婚以后呢 就住在家乡 我的朋友就出来 外地工作 所以呢 其实她跟妈妈 是很长时间 没有见面的 妈妈来看她 然后在她家里照顾她 却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她就 她说其实 妈妈没有做什么 只是说了那些话 她就突然就是怒火中烧 她非常的生气 她也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情绪反应 这么的大 而且她说呢 其实类似的状况 已经发生过好几次 因为妈妈这次来 跟她住在一起 比较长的时间 然后她说 妈妈好像就 她每一次发脾气 妈妈就在退让 所以现在 她跟妈妈的相处 就是妈妈好像就是 微微懦懦的 然后是非常 不平等的 在跟她生活 在照顾她 就是不再像是妈妈 照顾女儿一样 倒像是一个仆人 在照顾这个 主子一样 她说她也不希望 是这样的状况 但是好像又不知道 要怎么样去爱妈妈 跟妈妈相处 妈妈稍不顺她的意 她就火冒三丈 好像那样子 愤怒情绪 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正在 安安老师 在跟她沟通的时候呢 我就收到了一个简讯 这个简讯就是 她的母亲发给我的 哇 我看了这个简讯 真的我也觉得 好心碎 这个妈妈 写了一篇 好长的那种 深深的 自我苛责的 这个简讯 给安安老师 她发了好几个简讯 因为那个字数太长了 已经超过 那个简讯的内容了 那个内容的大意 就是说 她知道她错了 然后她也尽量 在忍耐 一直在配合女儿 但是她不知道 要怎么做女儿 才不会对她生气 她说 小时候的事情 的确是她不对 她不应该这样子 把愤怒都发到 女儿身上去 但是她也很痛苦 所以她 很想要去弥补 她跟女儿的感情 所以花尽心思 但是好像 一直跨不过 那个鸿沟 然后 安老师就看到 一个母亲 那种深深的自责 在她的通篇的 这个简讯文章里面 那么 我再 回头看看 这个 我这个朋友的 这个情况 其实 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朋友的愤怒 还有她母亲的自责 其实都来自于 同一个根源 看似好像两种 不同的表现 一个是往外 发出去的 就是我的朋友 另外一个是 向内退缩的 一个前进一个 就一直后退的 但事实上呢 她们都代表了 背后同一个情绪 这个情绪的根源 就叫做 罪恶感 其实呢 罪恶感呢 是人类 在这个 负面情绪里面 一个很重要 也是很基础的 根源问题 很多很多的 负面情绪 都是因为 罪疚感 而生出来的 它像一颗种子一样 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个圣经故事 人类在伊甸园里面 吃了禁果以后呢 被逐出伊甸园 那么上帝是怎么知道 他们吃了禁果的 事实上是 当他们吃了禁果以后呢 眼睛明亮 他们就看见 哇原来 自己没有穿衣服啊 然后呢 就赶紧去找叶子 然后把自己这个 赤身露体的样子 遮蔽起来 然后呢 后来上帝看到了 他们穿了这个 叶子的衣服 就知道 他们吃了禁果 因为在没有吃禁果之前 他们吃身露体 并不感觉羞耻 他们还是可以 很自然 很快乐的生活 在伊甸园里面 但是当他们 吃了禁果以后呢 看到自己 裸露的身体 觉得羞耻了 才开始 穿上这个衣服的 所以呢 事实上 可以看到 当他们穿了衣服以后 上帝发现 他们有了羞耻感 就把他们 逐出了伊甸园 其实在心理学上 有很多的这个 心理的根源 我们都跟很多的神话故事 是互相连结的 那么就看见了这个 其实羞耻感 是人类从 很古老的 创世以来的 那一个 种子 负面情绪的种子 因为它导致 人跟神的分离 这个分离感 其实也就是 人类本来是 无忧无虑 是快乐的 开始出现了 痛苦 还有种种的 这个负面情绪 所以讲回到 刚刚的例子 其实这个 女儿跟母亲 他们都在一个 罪咎感里面 怎么说呢 这个母亲的 罪咎感是很明显的 所以她 在罪咎感出来以后 她不断地退让 那也因为 她的退让 她没有跟女儿 去创造一个 更好的沟通 还有互相抚慰 跟爱的环境 那 女儿呢 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女儿的 这些攻击的行为 发怒的行为 是因为联想到 小时候 这种母亲 对她的这种 不好的对待 导致于她会 想到以后就很生气 所以想要反击 这个是比较 表层的原因 但是在往下面推 其实是 因为母亲在做这些 所谓为她好的 事情的时候 不断地去强调说 我这些都是 为了你的牺牲 为了你 我失去了很多 但是一切都是 因为你 这个因为你呢 就带给这个孩子 很多的自责 这个孩子长大 还是会对她的母亲 是非常愤怒 跟苛责的 因为最终的是 那个罪疚感 是那个因为你 人在罪疚感 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通常也就是出现 打或逃的反应 这个以前 我们节目当中 也都提过的 面对这个人类 非常深层的 这个负面情绪根源 我们很重要 就是要去解决 那个自责 那么在接下来 下一节的节目里面呢 安安老师会透过一个 冥想 也有一点点 把心理剧 放进去的方法 引导各位听众朋友 来做一个 罪疚感的处理 这是很珍贵 因为你可能要花很多钱 去外面上课 去外面做治疗 才有可能拿到的东西 但是安心做过的听众 很有福气 我们就在下一节来练习 请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待会儿回来 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 平静的时刻 只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 自在的原地 在当下 在这里 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 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 我是安安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回到安心 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 现在 我们要一起来学习 一项新的课题 那就是 用爱与重要他人和解 我们可能有意或无意地 做出了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 特别是越亲近的人 像是家人 朋友 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 你知道你和他们中间 是有爱的 但是过往的伤害 可能成为彼此 心存芥蒂的障碍 而今天 我们就要来练习 用爱和重要他人和解 让你们之间的愧疚 防备 隔阂 能够逐渐地在爱中消融 现在 请你紧靠一背 把双脚放平 闭上双眼 开始 做五次 深深的呼吸 当你每一次吸气 每一次呼气的时候 你整个身体 都感觉 越来越放松 持续地呼吸 越来越放松 继续保持轻松 缓慢的呼吸 现在 请你想象 你自己 在一个 你感到非常舒适 安全的地方 有一股暖流 从你的头顶开始 缓缓地流下 让你的每一寸肌肤 和细胞 都越来越放松 轻轻轻地 松松地 软软地 放松 你的前额 放松 你的脸颊 放松 你的下巴 你整个的头部 都完全地 放松下来 你头脑当中的神经 也完全地 放松了 你的头脑 一片空白 只觉得好温暖 好平静 好舒服 继续让这股暖流 流到你的前胸 你的后背 流进你的内脏 流进你的双臂 你整个上半身 完全地放松下来 放松 你的腰部 放松 你的骨盆 放松 你的大腿 膝盖 小腿 你的整个下半身 完全地 放松下来 轻轻地 松松地 软软地 舒服 温暖 你全身 都放松下来了 现在 请你想象 你的对面 有一张椅子 上面坐着 那个在你心里面 念念不忘的 那个人 可能是你的父母 可能是你的孩子 可能是你的朋友 也有可能是你的 另外一半 他们凝望着你 你想到 你曾经对他们 做过的事情 曾经那么地 让他们感觉 伤心 难过 你的内心 感觉抱歉 但是 一直没有机会 和他们表达 这让你 深深地 背负着 愧疚的感觉 现在 我要邀请你 真诚地 和他们 道歉 请你开口 叫他们一声 然后 对他们说 对不起 我伤害了你 我 辜负了你 你可以把你的双手 放在 你的心口上 放下 你的头脑 用心 用心 对他们说 对不起 我伤害了你 我辜负了你 再一次 看着他们的眼 对他们说 对不起 我伤害了你 我辜负了你 持续地 对他们说 对不起 持续地 对他们 表达 你心中的 歉意 你可能会 有一些 情绪的反应 你可能会 觉得伤心 难过 这都没有 关系 一切的情绪 你都接纳 最后一次 看着他们的眼睛 对他们说 对不起 请原谅我 当你真心 诚意地 对他们说出 请原谅我 你发现 他们脸上的表情 开始转变了 他们的眼中 似乎也 充满了泪水 但是那样的泪水 并不是 悲伤的泪水 而是 喜悦的泪水 他们可能会 向前抱住你 对你说 我原谅你 一切都过去了 你知道 他们心中 有着深深 满满的爱 他们不再 责怪你 你深深地 感觉到 你是被爱着的 爱 是一切的解答 他们 环抱着你 再一次地 对你说 我原谅你 一切 都过去了 我不再责怪你 当你听到 他们发自 内心的话语 你心里面 有着满满的感动 你知道 你是深深被爱着的 爱能够消弭 一切的障碍 一切的 醉疚感 还有一切的 隔队 隔队 现在我要邀请你 去回应 他们的爱 请你 对他们说 谢谢你 我不再责怪我自己 我愿意 用爱 重新开始 再一次 对他们说 谢谢你 我不再责怪自己 我愿意 用爱 重新开始 给自己 一点时间 去感受 你们当中 爱的交流 接下来 我会从 五 数到零 随着我的数字 你会越来越清醒 五 你一直被爱着 四 你的睡眠 非常安稳 香甜 三 你的身体 越来越好 二 你对未来 充满了信心 一 请你 慢慢的 睁开眼睛 零 你彻底的 清醒了 现在 动动 你的手指 动动 你的脚趾 环顾你 四周的房间 你 回来了 让我们听一首 Celine Dion的 Because You Love Me 让自己去感受 那一份 流淌的爱 For all those times You're the one You're the one who held me up You never let me fall You're the one who saw me through Through it all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You were my voice when I couldn't speak You were my eyes when I couldn't see You saw the rest of the world You saw the rest there was in me You lifted me up when I couldn't reach You gave me faith cause you believed I'm everything I am I'm everything I am Because you loved me You gave me waves and made me fly You touched my head and I could touch the sky I lost my faith you gave it back to me You said no star was out of reach You stood by me and asked at all I had your love I had it all I'm grateful for each day you gave me Maybe I don't know that much But I know this much is true I was blessed because I was loved by you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You were my voice when I couldn't speak You were my eyes when I couldn't see You saw the best it was in me Lifted me up when I couldn't reach You gave me faith cause you believed I'm everything I am Because you loved me You were always there for me The tender wind that carried me The light in the dark Shining your love into my life You've been my inspiration Through the lies you were the truth My world is a better place Because of you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You were my strength You were my voice when I couldn't speak You were my voice when I couldn't speak You were my voice when I couldn't see You saw the best it was in me You didn't believe in me You didn't believe in me You didn't believe in me You gave me faith You gave me faith cause you believed I'm everything I am Because you loved me You loved me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You were my voice when I couldn't speak My power is what I couldn't see It's all the best there was in me You gave me all I wanted to see You gave me all I wanted to believe I'm everything I am Because you love me I'm everything I am Because you loved me